厨师跳槽我经常听说 但是 股东跳槽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呀 好 这鹅肝和牛排搭配得恰到好处 是啊 你看这个牛肉的食材 就非常地与众不投 这也算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餐厅 我家冷酷有一些不错的牛排 等到下回你去我家做客 我亲自下厨做给你吃 保证食材新鲜 谢谢啊 谢谢 杨小姐 一起来吧 好 杨小姐觉得这个牛肉怎么样啊 我 我不怎么太经常吃西菜 一个优秀的厨师应该对世界各地美食融会贯通 像这样一个上等的牛排 价值成本应该几百块 食材难贵对于烹饪厨师的要求非常高 作为厨师应该懂这些吧 奥纳的食材和成本虽然说非常地高 但是它营丽也非常可观 既然能把亚洲第一家餐厅开到这个城市来 那就说明他非常相信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 这个你总得了解吧 我是这么认为啊 能消费起牛排的人 也不代表他不能去消费我们这种接地气的餐厅 而我们本土家的餐厅啊 要的是精益求精 而不是改头换面 也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本土菜系都是一些家常菜 太过平常 没有什么竞争力 今天天我去欧洲考察了几家不错的餐厅 等会等我把教材记录发给您 好啊 谢谢 来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有什么想法吗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这可是商业机密 当着外人面说不太好 你 好 那我去一下洗手间 杨小姐 高兴态度不太好 你为他在意啊 只是你也应该站在他的立场 为他想一下 以你现在的身份确实是 有些尴尬 我只是不在担任山芝屋的任何职务 但我还是山芝屋的股东 我有权利参与决定他的去向 不好意思啊 我这人说话一向比较直接 听高雅说你应该刚入行不久吧 所以有些事情处理得不恰当 造成不良的影响 我也能理解 如果你不想为山芝屋付出 请你也不要毁了他 我 你看高兴都成成什么样子了 请你不要再给他添任何麻 陆小姐 我 我 我怎么做有我的原因 我不管你有任何原因 还有 作为一名优秀厨师 你起码应该有国际化眼光 和高水平品鉴力 你 现在还不及格 所以我劝你不要孤名调遇 其实呢 我今天对你说这番话 我也是为了你好 你好好想一想 我吃饱了 作为山芝屋的股东 我就想问你 山芝屋为什么停业了 停业之后你打算怎么办 股东 你不说把这事都给忘了 孙云轩的厨房怎么样 是不是比山芝屋的厨房